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 我参加大数据AI开发大奖赛的视频 是这样 我昨天刚刚申请了参赛资格 然后过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后 主办方就给我回邮件了 在邮件当中 首先感谢你参加大奖赛 然后他给咱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长的password 用户ID是咱们在申请资格的时候 咱自己填的一个用户ID 如果没有重复的话 他给咱生成一个password了 然后他给咱了一个URL连接 然后我就登录了一下他的URL 然后输入了ID和password之后 会有一个大数据级的下载画面 然后我把这个数据级下载下来 简单的看了一下 分析了一下 然后又想一想我今后的解题思路 所以说我大概想法已经成型 所以说我今天再做视频 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的想法和进度 好 咱们开始今天这期视频 首先说今天知识点 应该也不叫知识点了 应该说今天我给您分享的内容 大概有三部分 第一 这个数据级我获得的数据级图片的分析 咱们做个简单的分析 然后数据级图片的都有哪些个分类 今天咱们也会看到 同时我拿到这个数据之后 因为是这样 主办方他仅仅是给咱们的数据 他还没有出题 换句话说 只是把这个提纲给你了 然后你根据这个提纲 以后他会出题 是这样 万变不离其宗 我根据他给咱的图片 我大概能想到他会出什么题 那么我也想跟您说一说 我今后的解题思路 以及这个想法 好吧 咱们就马上开始 首先说数据级图片的部分 我简单看了一下 它大概是一张标准图片 和多个数据图片 咱们马上看一下 我都把它下载到本地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文件就是我获得的 或是我下载的官方提供数据集 我现在把它解压缩 它是一个ZIP格式 咱们把它解压缩 是这样 我是在我Windows平台分析 然后我做这个课件 是在我的Linux平台上做课件 所以说我再重新解冻一下 好 再解压一下 好 咱们进入看一下 是这样 它给咱们提供了几个商品的分类 每个分类里面又有各自商品的描述 咱们一会再看 咱们先看它给咱们提供了CSV文件 这个CSV文件描述了 它给咱们提供的图片的基本信息 换句话说 咱们就通过它来生成 咱们一个训练的数据级的标准格式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教师的训练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是它图片的描述文件 都是日语的 不过没关系 咱们大概都能看明白 大家请看 它给咱们提供了大概这么几项 这几项干什么 一会我在数据分析时给您说 咱们现在暂时先不说 咱们去看一下图片 我进来之后 咱随便打开一个文件夹都可以 大家请看 它在文件夹当中 给咱们提供了这么多张图片 首先这有一个叫做Dictionary 字典 这张图片 是这个商品的标准图片 这原来是一个洗澡液是吧 还是一个洗手液 这是一个标准商品的图片 坏话说 不管这个图片 咱们这个 它给咱提供的数据图片 怎么变动 咱们都应该识别出 正品的这个商品 对吧 OK 然后它给咱提供完这个图片之后 又给咱们提供了很多非常拍的不好的图片 我不知道它是故意的 还是说就是随手一拍 还是说实际的这个用户需求就是这样 大家请看 这个图片歪歪扭扭是吧 而且也变形了 而且有高有低 而且还有多种重复的商品在后面排着 是吧 包括大家请看 这还有个杂牌其他颜色的 是不是也归成它的这个类 对吧 这个图片大小大概就是这个size 大家请看 这就是它给咱们出的题 对吧 也就是说 它给 大家请看 这还有个测试 是吧 正向右看 也就是说 它给咱一个标准的商品 这就是咱们训练出来最基本的商品的基础数据 对吧 然后再给咱们提供一些实际上的业务数据 大家请看 这是故意的还是怎么着 横着放 这个客户也不好看的 对吧 让AI看 肯定更不好看 不过没关系 大家请看 就是这些图片 好 咱们再看看 这是个洗手液 咱们再看另外一个 再随便找一个吧 这是个啥 这是洗衣粉 是吧 洗衣液 保湿 这也是 都是护肤的 得福的是吧 好 咱们看看 这是正品包装 对吧 这也不是正品 这就是一张图片 然后后面这个 大家请看 这个我看 这个有问题了 这两个不是一个商品 是吧 虽然都是得福 但是它不是一个商品 基本上都是 它颜色还有不同的 请看 这个就是它在超级市场 超市 或者说在小的便利店 对吧 拍到 随手拍到一些图片 可能是偷拍的 还有可能 然后它应该是这样 这些个数据 作为咱们的标准的训练数据 对吧 然后咱们根据它去训练出来 咱们一个AI模型 然后它在考试的时候 我想它在出课题的时候 它会给咱们 随便在超市里面 随手就拍一张图片 我认为 随手拍一张图片 然后咱们用咱们模型 去判断图片中的各种各样的商品 因为它可能包含着 这个德服的这个洗手液 可能还包含刚才的洗面奶 可能还包含着什么 我看看 这是洗脸液 换句话说 它随手拍完一张图片之后 让咱们去用AI去识别 它拍的这个图片当中 所有的商品 当然了 这所有的商品 就是咱们训练之后的 是这样 咱们AI能够识别商品 但是只能够识别 咱们训练过的商品 比如说这是一个洗手液 那么咱们训练完之后 咱们去图片中 找相同的洗手液 对吧 你又说我这是一个方便面 它不能找得到 对吧 如果方便面想找到的话 那么它要给咱们提供 方便面的数据 比如日清的还是什么 对吧 然后咱们训练完之后 咱们才能够去找到 图片中方便面的实力 那个位置在什么地方 对吧 OK 这个就是它大概 给咱们图片的样子 也就是说 一个标准图片 和多个数据图片 一般是这样 咱们在训练时 会把它给咱们的数据图片 比如它给咱们100个 咱们一般是28分 80%的数据图片 用于训练 20%的数据 用于减证 这个我今后做视频的时候 再给您说 OK 接下来 数据以及图片的分类 刚才咱们看到了 它分为这么几个类 商品代码 商品名 分类代码 宽高 Oak Oak就是说深 这个纵深 对吧 然后它是容器代码 这个就是看到咱刚才那个CSV 咱们再看一下 那请看 第一个是僵扣的 是这样 在日本这边 它就是说 所有的商品的代码 都有一个僵扣的 其实我们当时开发物流的系统 还有一个央扣的 可能央扣用效率比较少 用的最多是僵扣的 所有商品 它都会有一个统一编码 然后这后面 这个商品名 Build 是吧 这应该是什么 这应该是新链印 然后多大毫升 然后这个是分类扣的 这个是分类 就是说这个商品属于哪个分类 然后给出它的size 长宽高 欧苦深 对吧 同时还有一个容器 是这样 为什么就有容器 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商品 一旦被用户购买化 该如何包装 像咱们在亚马逊上 或者咱们在淘宝金融都可以 咱们买完商品之后 它肯定就根据这个商品的大小 会想到我用哪个容器包装它 应该是这样 我不知道它与容态扣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根据不同的商品 可能在咱们打包的时候 要提供不同的容器 然后几个商品 罗列在一起 可能又需要一个更大的容器 进行打包 是吧 课题还没有出 但是咱们看到它这个数据的话 应该会有这种想法 它肯定会有类似这样的需求 OK 这个就是它给咱们提供 大概的数据 咱们应该是根据咱们的图片 训练出一个模型 然后根据用户的出题 比如说它出了一个题 这个题上有咱们训练的 100种商品里面的 10种商品 对吧 那么咱们应该 比如说它给咱们图片 咱们应该把咱们看到的 那个商品 用方框标示出来 同时把这个商品的信息 打印出来 或说给这个使用方 提供一个建议 您买了这个商品 那么您需要花多少钱 您需要准备一个多大的箱子 对吧 然后这个商品代码是多少 有没有过保时期 等等就会出来 大概是这么一个需求 我认为是这么一个需求 OK 这个就是 稍等 这就是这个数据及图片的分类 它给咱们做这么多分类 这个分类具体怎么用 是出题用 还是咱们这个AI 判断完这个商品之后 做业务逻辑用 这个还没有定 还没有看到它的题面 OK 再往下 是这样 这个解题思路 就是说 它给咱们这么多的图片 对吧 那么咱们该如何训练模型 以我现在的经验来讲 我有这个三个想法 第一 大家请看 是个Kalas Kalas内置的训练模型 这是Python语言的 就是说 咱们如果需要用 Kalas 是这样 以前TensorFlow跟Kalas 是分开的 对吧 单独安装 在TensorFlow 2.0之后 就合在一起了 咱们装一次就行 然后Kalas里面内置了 很多的训练模型 同时 内置了很多的数据集 那些数据集 和今天咱们看到的 商品数据集 有点类似 我过两天 做AI视频会议 给您讲解到 Kalas内部的数据集 跟咱们今天看到的数据集 有什么一同 然后它内部的数据集 用它内部训练好的模型 或者换句话说 传输学习 就能够识别 但是它有什么问题 倒是我在那个课程中 会给您讲到 它能识别 但是有它的问题 包括手写数字 能识别 但是有它的问题 接下来 看咱们第二个 TensorFlow 它给咱们提供了一个 叫做对象检测模型 这个也是基于Python语言 是这样 比如说咱们在网站上 可能有朋友看到过 比如说我开个汽车 对吧 开汽车 路面上有好多汽车 有好多行人 对吧 然后它会动态的捕捉到 路面上的行人 汽车 摩托车 它都会把它动态 标示出来 这个是TensorFlow 提供的一个 对象检测模型 应该叫做 Object Detection 什么的 我忘了 是这样 它是TensorFlow 官方提供的一个 研究课题 这个课题 我当时做 如果看过 我以前视频的朋友的话 应该知道 我做过一个 街头霸王5的视频 街头霸王5里面 我就是用 TensorFlow 对象检测模型 去动态的 抓屏幕上的角色 因为当时我想做 自动对打 抓屏幕上角色 能抓到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 它只能抓到人 它不能抓到 哪个是Liu 哪个是Kin 这个它抓不到 如果用这个模型的话 是也能做 这也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然后这个今后 我有时间也会给大家介绍 然后还有 咱们大家再看第三个 第三是Darknet YOLO 对象检测模型 我前两天做过一个 GTA的自动设计的模型 一个视频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在那个里面 我那个视频名称 应该就是叫做 神枪美少女 是吧 就是说 在GTA里面 它有一个大靶场 对吧 然后我 把这大靶场里面的靶 都把它抓下来 抓完之后 训练出一个模型 然后 我操作了Python 然后我开了一个 GTA A5的端口 我操作Python 然后让Python去 抓这个GTA的图片 抓在GTA的游戏里面的画面 然后 如果发现 打靶的 靶心的时候 它就会开枪 但这个靶心 又分两种 一种是黄色靶心 一种是藕合色靶心 咱们只能打黄色 不能打藕合色 对吧 但是它这两个靶心 长得还都非常像 它都是圆圈 竟然是颜色 大小不一样 或者说是方向不一样 该怎么做 当时我用 Darknet YOLO 对象做的这个 但是这个是基于 C++的模型 这个 我觉得最后 应该是比较适合 咱们目前的要求 但是我没有看它课题的话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 问题是 第三个Darknet 虽然是不错 但是它是 第一 它是基于C++ 第二 当然它也提供了 Python的第三方的开发 这个Darknet 什么问题 就是说 这个开发者 已经不在维护 它最后的维护是 2018年在维护 它最近不在维护 可能比较 比较老 但是这个 TensorFlow对象模型 以及KLars 现在还在维护 所以我根据我图片的 理解的方式 我在考虑 我采用哪个模型 因为我还需要把 现在它给的我的数据 我再需要再研读一下 然后取得一个 我最好的解决方案 这三个模型 这三个方式 我都想尝试一下 哪种好 现在还不好说 我得根据它官方的题目 不过 现在解题的思路 我大概已经定了 就按照这三个方向 进行着手 以上就是大概给您分享的 我的大数据 AI开发视频的第二期 今后我还会持续的更新 有兴趣朋友 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来学习进步 OK 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 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